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響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敵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響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以一個齊抗易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就想講一下BNO祖國的19情況 基本上,鑊鑊新鮮,鑊鑊鑊金 今天新增確診和昨天差不多,5683宗 其實昨天就5700多,聽起來好很多,少了幾百宗 但是,都是嚴重的,因為病例數 其實是一個星期增加了六成,差不多七成 它全國有315個區,現在已經增長到200個區 是Delta病毒 唉,真嚴重的 已經很多數據等等的人都說 6月21日你想開?你想清楚就好 我們都這樣說,是不是真的可以? 所有人都說了,住院人數增加了16% 6月1日有154名感染者入院 死亡人數就好一點,增加了一個 其實是很明顯的,感染是重要的 但是,大事是少了的 證明打了針是有用的 打了針是絕對有用的 不過,如果你是弱一點的,你還是要入床的 是不是? 但是,現在的隱憂就是 你入了院,會不會變得嚴重呢? 現在是一個問題 現在仍然都是Bolton和Blackburn是一個熱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多由印度裔飛回去的人都聚居在那裡 而百明漢那些地方呢 巴里那些地方呢 病例數現在增加了一倍至三倍 在面對這個情況 金毛莊恩,Boris Johnson仍然說 數據裡面沒有任何內容 哦 就是直接說 是啊 我們是預計人數會上升 在6月21日做出任何決定之前 我們會很仔細看看未來一個星期的數據 檢查一下醫院會不會繼續癱瘓 是不是? 我剛剛結了分了 真的給個面子就可以了 是不是? 身分厭矣的 是 不要讓我經常去噴噴噴噴啦 就是啦 那麼他那個衛生部長 韓孝克先生就說 現在呢 會不會封城 就為時尚祖啦 說一下 但是呢 25歲的人以上的英國人呢 明天就可以去訂下什麼時候去打針的啦 大家要有信心 好快有一天 自由中會歸來 那麼越來越多人就叫你 喂 會做啦 推遲啦 其實在這個漢口克前任的那些衛生大臣那些都已經說了 你們說的數據是現在的數據 但是放寬限制要立刻推遲 因為所有的數據只是在這裡說著 住院的人是慢慢上升的啦 所以 6月21日一定要推遲 其實你一說推遲一些人 就會緊迫 就不會這樣 出大事 但是問題是 要推遲多久呢? 那麼有些醫療專家也出來說 我想要推遲幾個星期啦 但是多久呢? 是受制於這個數據 不是受制於你什麼時候 而另外 卑鄙斯也訪問了一些教授 病毒確教授那些 他就直接說 恢復正常 不是每個人的罪 不符合每一個人的最佳的利益 我們希望 這一次是最後一次封鎖 沒有人希望陷入 這個經濟的封鎖等等 但是如果不敢做的話 是會長期大患的 那當然啦 始終波羅斯強森是不肯說的 不肯鬆口 因為他仍然是打倒 是會怎樣的 但是呢 他就是說 未來 怎樣都好 未來 決定真正了解數據是至關重要的 特別是住院人數 和疫苗推廣計劃 是不是可以 足以令到病例減少 特別我們現在如果 他們已經走到第三步 最後一步就完全開城 我們現在第三步 如果是造成大量的事情發生呢 我們就會再決定 這樣講 因為其實他現在英國已經有三分之四 四分之三 即是70% 75%的成年人都打了第一劑 但是現在這一隻Delta總 引發的第三波疫情是會令到很多人的信心是會打擊到的 而現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連他們那個漢巧克這個衛生部長都肯定的 就是Delta總的傳播率 肯定是比英國的Alpha總 高40% 所以如果根據現在 太早開的話 8月份的住院人數會不會日超過5000 但是漢巧克先生仍然在發表說 我們的疫苗計劃是打破了你一感染了就要住院這個聯繫 我們是打破了它 所以我們沒有人希望要繼續限制自由 但是我知道 而且我也知道 這樣限制下去會對我們的心理健康產生影響 現在決定開不開城 沒錯 是維持上早 我們的路線圖一直都是以數據為依歸 我們總之等多幾個星期 決定怎樣 這樣說 其實他都已經鬆鬆地考慮 隨時會做 然後他又在這裡吹噓自己 因為我們接種疫苗計劃的成功 避免了39,000人進了醫院 39,000人進了醫院 還有13,000人的死亡 但是即使病例有所增加 但是住院人數比醫院上是持平的 大家要放心 現在在未來明天開始 他們的計劃就是25歲的人 就會開始接受疫苗 一個NHS 就是他們的醫管局的人說 現在入院的患者是更年輕 但是病徵是更加少 絕早回到家裡 入境的人數是有1.5%對COVID 是呈這個陽性反應 有一些人應該直接說 接種了疫苗的英國人 就讓他們出國了 你只要這樣做 更加多人會去提高接種 你一定要利用他們的 是不是 而同時間其實對他們社會是有影響的 因為大流行對法庭的運作有影響 很多分居和離婚的父母 另一輩子不肯給別人去 而另外莫德納是申請12至17歲可以去打 很明顯 有一件事就是金帽是走不掉的了 走不掉的6月21號是開不了城的 但是想一下為什麼金帽莊死口不說呢 因為今個星期尾是G7會議 拜登、默克爾、馬克龍 整班大帝7個人會動在這裡 還有你的魔總 都會動來到倫敦開會 對金帽莊來說這個象徵性意義太大 萬一他說6月21號要推遲 你以你們的魔總這個縮骨佬的性格 他會不會突然說 你們推遲真的不行了 我又不來了會不會呢 英國就可能有特例的 畢竟都是真真正正的老祖宗 你說日本就算了 英國就不會了 因為畢竟都沒有意 你知道了 很多澳洲人的祖先都是英國的監犯 Boris Johnson 畢竟都是貴族 看見鬼族是會有一點點自卑的 所以去的 我想他也會去的 但是現在呢就是由於英國政府突然間將舖頭 由他們的綠色名單就變成虎拍式名單 即是說你們這班人過了星期二回來 就要拖延十四天還要自己給錢搞 那這班人現在就 就不停地撲機票回英國 一定要在星期二上午四點 4時到英國 如果不是就要隔離十天 結果就令到他們的機場爆到 有些人就很慘的 在消息爆出來那天 他剛剛到了浩土亞 他們在機票那裡洗了 另外要洗500英鎊 除此之外還要你這頭落地那頭回去 你要找一個新冠檢測集 結果因為金毛莊突然間說這句話 令到很多人不停地在葡萄牙找檢測集 有些人在星期四、星期五花了四個小時 排隊打電話要去做核酸檢測 有一位叔叔就說 在機場被人截到 那些記者問他你怎麼看 I am ashamed to be British at this moment 我身為英國人 我這一刻感到很羞愧 英國人自己都這麼說 看不起他自己英國人 為什麼呢?因為他一頭到部 訂了兩個星期的酒店 屁股一坐下來立刻要走 搞到人家酒店那個老闆很傷心 那個應該不是酒店來的 有些人就說我真的是一日之差而已 我就要在機票那裡洗多四個水 還要排三個鐘隊 結果我由那個人是由他們的旅館 渡假坐下坐下 開了幾個鐘車才去到機場搞這麼多事 整件事是搞了十二個鐘 喵喵聲真是 每一個人都十分之不痛快 外面的人排隊排得很厲害 每個人都戴口罩 那這件事的金武裝 是得罪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看他也是 不要以為他剛剛結婚 可以穿下顏色 沒有這樣的機會 不好意思 真是 而很明顯一件事 他這一次是失婚的了 他現在是為了 說壞點是粉色太平 搞什麼東西G7 那另外呢 其實有些人開始去怪非法移民的事 我們講過了 先幾天也都講過 有大量非法移民 進了英國境 現在有人爆 其中有一些 折獲非法移民的英國巡邏船 是在法國境內 折了這些非法移民 折完之後 不是趕回他去法國 請了他們上船 回去英國本土 現在當然疫情上是會被人怪他這些人的 另一樣東西現在在審問你們這幫邊境人員是不是有鬼 為什麼你會在法國的水那裡接了那幫人上你的船 回到英國 是不是有股 開始質問這個問題 真的這些人是不知道的 怎麼回答你呢? 老實說 我怎麼知道我是在法國境還是英國境呢? 那你又要大人大意了 那沒有辦法的 那對現在BNO祖國來說其實是很嚴重的 那相信是剩下那幫黃友 他經常說以身為英國人是自由的 他自己英國人都認為自己英國人很收家 是不是? 是呀真的呀 這個真是好笑 真的 那6月21號解封是絕對不可能的 而且這個社會是會動蕩下去的 因為譬如說 租金管制 應該說趕人走啊 那一件事 你怎麼算呢? 趕租客走的一件事 整個英國有一百萬人 是等著被趕的 在租客那裡 如果你再延長 你應該是今個月 就已經那些人要做事了 你這樣拖拖又會怎樣呢? 他 不過這麼好裝就不管了 算了 這傢伙 求求其其 不過那句是會不對勁動蕩下去的 這件事對他來說 即使是打了疫苗 他現在是有一點點措手不求 但是很簡單而已 都是那句求求其其 拿過算了 好了 我們就講到這裏 祝在英國的各位網友 保重 我們這裏其實 加拿大這裏都要很小心的 這件事我們都在想著 好了 我們講到這裏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